沈家 现在已经是一介平民了 你凭什么认为 你可以配得上我们镇国公府啊 母亲 今日带真儿来办访您 一来 是来向您解释当时在成院出建时候的误会 那时啊 我还在调查程西渠一案 以傅商的身份去吴州查案 我还在调查程西渠一案 以傅商的身份去吴州查案 沈真为了给父亲洗清冤屈 自愿 以妾的身份随我去查案 那时她只是装扮好 恰巧被您看到了 那日沈真在成院 确实鲁莽 冲撞了长公主 还望长公主见谅 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打开看看 挺别致的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你不提我倒是快忘了呢 就说了不用担心 你刚才说一来 那二来是什么呀 二来就是 师兄 建国长公主 许位出现了 宫事要紧 快点去吧 走吧 沈二娘子 在 今日我儿时艳 带你来见我 是想向我表达心意 说明你们已经情投意合 原定终身了 是不是 我与陆廷尉 是真心的 我们 真心又如何呀 燕儿身为镇国公府的世子 你觉得 他如果娶了一个罪臣之女 我父亲不是罪臣 陆廷尉已查明 承熙取一案 是被人陷害的 我听说 你之前被当作杀人的嫌犯 做过牢房 甚至还差点害得燕儿为你丢了性命 行为处事 鲁莽冲动 你所谓的真心 就是让他为你处处涉险吗 我不是 沈家 现在已经是一介平民了 你凭什么认为 你可以配得上我们镇国公府啊 是 人人都很亲线 生在皇家 是何等的荣耀 却不知 一生与权势相伴 是福也是祸 所以燕儿的妻子 必然是 也只能是 一个拥有强大家族权势的 豪蒙贵人 他以后的路 才会更好走 你一无所有 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会给他带来什么呀 不论是皇家 还是不一 一生都不会毫无波澜 总会有起有落 如果 在利益面前 难保不会有人因私 而横生枝节 而长公主 所依赖的权势 和地位 就真的能够稳固如山 牢不可破吗 沈真认为 只有两人真心相待 才能真正地不离不弃 若您一厢情愿地 让他娶了旁人 那他这辈子 真的会开心吗 放肆 今日前来 沈真唐图 告辞 还挺有性格 还挺有性格